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9月5日星期日,欢迎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oice节目 在过去的周三,也就是说9月1日晚上的时候,高等法院的一个裁决可以说是让非常多的美国人感到非常担忧 因为什么呢?这一次标志性的裁决使得美国妇女的堕胎权遭受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挑战 当天晚上,周三晚上的时候,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6票对3票的判决 决定不对德州现在进行的一个6周之后就禁止堕胎的立法进行干涉 所以呢,德州在当天就已经生肖,就是任何妇女不能在怀孕6周之后进行堕胎 而实际上呢,基本上是禁止了所有的堕胎 因为很多妇女呢,在这个怀孕6周之后才知道自己这个怀孕了 所以其实,说是6周呢,基本上就是整个这个堕胎都已经在整个德州范围内禁止了 我们知道呢,堕胎权呢,一直都是美国就是选民中呢,争论非常大的一个议题 过去几十年呢,一直都是如此 每一次总统选举的时候呢,民主党相对是作为自由派呢 比较支持这个妇女拥有堕胎权利 而共和党作为保守派呢,一般情况下呢,是倾向于对妇女堕胎权的加以限制 因为他们觉得出生之前的小孩呢,也是一个生命 是出于这个pro-life和pro-choice的区别 pro-life就是说,这个小孩呢,在出生之前也不能随便堕胎 就是扼杀这个尚未出生的一个生命 而这个pro-choice呢,就是说尊重每一个妇女对自己身体的选择权 my body,my choice,就是我的身体,我能够做出选择 现在呢,美国各个州呢,对于这个堕胎的限制呢,其实是各有不同 因为美国呢,都是有这个州法的 但是总的来说呢,自从70年代初 ro-way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等法院历史性的裁决之后呢 基本上呢,就是给了全美妇女进行堕胎的一个权利 并且到现在将近50年呢,之后各种对这个ro-way的这个裁决的挑战呢 都没有被这个推翻 一直沿用到今 而周三晚上这个判决呢 可以说是对于当年70年代初最具有标志性的妇女堕胎权的这个判决呢 有了到现在为止最大的一个挑战 而之后引起可能的连锁反应呢 也是让非常多的美国妇女的感到很担心 我们从这张图上呢,可以看到呢 越是深颜色的,就是对这个堕胎权限制的越多的 而越是浅颜色的,就是对堕胎限制少的 这个灰色就是完全自由,没有任何限制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自从周三晚上最高法院给了这样的裁决之后 作为美国的第二大州,德克萨斯州呢 其实就已经成为最限制妇女堕胎的这个州 这个判决下来之后呢 非常多的人,特别是自由派的这个妇女呢 都是提起了大规模的这个抗议活动 尽管呢,他们不一定在这个德州 不一定受到这个新的六州堕胎禁令法案的这个影响啊 但是呢,他们觉得这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而今天我也来报这件事呢,也想说一下 这一次判决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妇女堕胎这个判决 而且它更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个意义呢 就是它标志着呢,特朗普在四年总统任期内 任命的三名保守派大法官所开始 可能对美国社会造成的长期的右转的影响呢 已经开始凸显 我们看到的CNN当时也是发文 题目就是 John Roberts has lost control of the Supreme Court 就是约翰·罗伯茨已经失去了对最高法院的控制 约翰·罗伯茨呢,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从2005年开始担任这个首席大法官 而他呢,一直都是传统上虽然是保守派 但是在最近几年呢,美国左右势力更加均衡 并且呢,更加尖锐的时候呢,开始偏向中间 所以,罗伯茨呢,他其实在很多判决之中呢 都拥有关键性的,就是最中间的这个第五票 美国高法院有9名大法官 我们知道如果是5比4的话,那么就会成为多数派 而历史呢,也表明 罗伯茨大法官在加入最高法院之后呢 他的这个政治经象呢,愈发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罗伯茨大法官呢 他其实从2005年上任以来呢 开始还是比较偏保守的 我们看这个呢,是538的网站 对于美国历任大法官 他的这个政治光谱 是更加自由派还是更加保守派的一个 这个数量化 中间就是这个最中心的 而越靠上就是越保守 我们看到呢,罗伯茨法官 最开始还是比较偏保守的 但是最近几年呢,已经愈发的中间 站到了这个中线上 所以罗伯茨大法官 他在很大程度上 在这个金伯格去世之前呢 在左右这个对比 基本上是一个军事的情况下呢 他所做出的裁决 基本上是可以给这个 他所在的这个裁决方呢 就是形成一个多数 但是呢,我们知道 从去年9月份在总统大选之前 40天的时候 最著名的这个RBG 就是金伯格女士呢 87岁高龄突然去世了 这也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有机会在大选之前呢 就是突击任命一个新的大法官 并且呢,他最终是选了最为年轻的 只有40多岁的女性大法官 这个贝雷特 Amy Barrett Amy Barrett替代了金伯格之后呢 也使得美国过去几十年 这个最高法院的左右均衡呢 彻底被打破 因为现在呢 只有三个自由派大法官 而有六个保守派大法官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蓝色的自由派大法官呢 只有索托马 约尔 布雷尔 还有凯根三位法官 而现在呢 保守派的大法官呢 在贝雷特取代了金伯格之后呢 是到达了六位 包括托马斯 Aleto Gosich 贝雷特 还有卡瓦诺 再加上一个立场 最偏中间的首席大法官 罗伯茨 在之前呢 罗伯茨还有左右 这个最终裁决结构的 一个这个实力 但是现在呢 因为六比三的一个对比 所以即使罗伯茨呢 是占到了自由派 大法官的这边 就像这一次周三晚上的 对于这个德州六州之后 就是流产禁令的一个反对呢 他尽管加入了 自由派大法官的阵营 但是仍然的是四票比五票 输给了保守派的判决从而了 使得美国过去几十年 对于妇女堕胎权的保护呢 在肉位的这个裁决之后呢 是第一次受到了重创 也是使得美国社会呢 有可能开始 至少在司法层面呢 是往右转 这个呢 对于美国社会影响会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三名特朗普总统任命的大法官 高塞治还有卡瓦诺 还有贝雷特大法官呢 都是非常年轻 都是五十多岁 四十多岁 所以呢 他们很有可能还会在最高法院任职 二三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呢 如果看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 在二战之后 1953年 一直到现在呢 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的构成呢 从人员构成上 从他的这个意识形态上来看呢 也是越来越从自由派偏向保守派 曾经在二战之后 在首席大法官沃伦这个职长大法官 大法院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那时候完全是一个自由派的这个最高法院 但是之后有三次从左到右的大跳转 我们知道美国的最高法院这些大法官呢 是终身任职制 美国总统呢 有权来进行这个任职 但没有免职权 所以呢 他一旦任职之 任命之后呢 都是这个终身任职 除非他退休 或者是在任上去世 在过去几十年 五十年之中呢 有三次从左到右的大幅跳跃 一个呢 就是这个六十年代末 当沃伦大法官 决定宣布退休的时候 因为遇上了选举年 六八年 他呢 在宣布退休之后 当时即将卸任的 约翰逊总统也是任命了一个自由派大法官来接替他 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参议院里呢 这个共和党还有民主党是达成了一致 是抵制了这一次的这个任命 最终呢 是没有成功 结果尼克松竞选之后呢 是用伯格大法官代替了这个沃伦大法官 从而是实现了从左到右的一个这个大的跳跃 我们可以看到伯格首席大法官呢 他是非常保守的一位 而第二次呢 就是在这个九十年代初当马歇尔大法官 一个黑人民权运动大法官 在1991年决定退休的时候呢 当时老布什总统也是任命了另外一个黑人法官 非常年轻的托马斯大法官 而托马斯大法官可以说是 过去几十年高等法院最为保守的大法官 一直到现在 也是现在这个九名最高法院大法官里面 任职时间最长的人 这一次从马歇尔大法官到托马斯大法官跳转 也是基本上从最左跳到最右 而91年呢 也是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那一次呢 这个执掌参议院的共和党呢 仍然是通过了这个新任大法官的任命 其实呢 在2016年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这个斯卡利亚这个大法官 一个保守派的大法官 在2016年的2月份突然去世之后呢 时任总美国总统奥巴马 是任命了加兰特大法官 作为这个最高法院接替人选的提名 但是因为那时候已经是选举年 所以我们也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 就是执掌着参议院的共和党 在Mitch McConnell 在归项的抵制之下呢 引起了一个非常左的金箔格到比较靠右的贝勒特大法官的一个跳转 所以过去这半个多世纪呢 有三次美国最高法院人选的从左到右的大跳转 这也是使得现在呢 美国的最高法院是形成了6比3 这个左右军事呢 完全被打破 从而呢 保守派是占据了优势 那么从周三晚上 最高法院对妇女独胎权的一个判决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想到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保守派的这个判决会出来 那么在密西西比州在明年的6月之前呢 也会对他们州的一个这个堕胎权的一个判决呢 最终是做出裁决 而跟这一次这个德州堕胎权排决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德州这一次呢 尽管是裁决德州的这个6州禁止堕胎令是生效 但是呢 这个德州的案子本身并没有对这个 Roll and Way的这个最著名的 7月初美国最高法院对于妇女堕胎权一个宪法性的保护 做出挑战 但是密西西比州的这个案件呢 就完全不一样 它是从根本上试图推翻Roll and Way的这个裁决的 那么到时候最终裁决会怎样呢 美国妇女堕胎权力是不是真正会在50年之后再一次大倒退 从而是受到剥夺呢 我们视频以待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支持对我们频道 并且为我视频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